开水大虾的吃豆图 听说这位作者是个超级老六 让我看看 十分钟 三千豆 今年收成不好 只能种出一分豆 我看你是偷偷把豆子都卖了吧 这一分豆刷新的这么慢 十分钟肯定是吃不到三千分了 来左边的房间里看看 这样吃确实会快一点 但是这位太人累了吧 既然是老六作者 那肯定会有快捷的吃豆办法 哦 啊 等等 二楼有五分豆 那你也跳不上去啊 错错错 经常玩吃豆图的朋友肯定都知道 豆子是可以踩上去跳跃的 就像这样 可恶得老六作者 你只放一个五分豆是什么意思啊 看来得去其他地方看看了 哎 这下面的仙人掌上面有五分豆 过来 怎么又是一个 看来作者的豆子都藏在其他地方 别吃我 我告诉你五分豆刷新点 就在右边的传送门 嘿嘿 看来作者还是有点良心嘛 可恶得老六作者 真是信不了一点 不过醒醒我已经找到办法了 先拿到缩小药水 然后走到大石头这里 开启缩小药水 进入下方迷你传送门 不过这只是第一步 不要被可恶的作者迷惑了 孩子后面是第二个传送门 看过他就能来到蛋饭子的五分豆农场 哇哇哇 看这红彤彤的一片 今天直接吃个饱 哎呀 好累啊 虽然五分豆吃得很爽 但是跑来跑去还是太累了 中间这个豆子是干什么的 放弃吧 你吃不到的 难道说中间的豆子暗藏玄机 利用之前打飞的五分豆 顺利跳上平台 好家伙 这原来是一个无限刷新的五分豆 太棒了 这下真的实现躺平吃豆了 哈哈 老六做着不会如此嘛 只可惜上线只有三千豆 如果是三万那该多好啊 arbitrary 不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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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家臣